大家好,我们是苏家康瑞希的创意和文明星,我是苏老师。 今天,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段故事。 故事的名字叫《蛋糕不见了》。 作者,林子,赞亚出版社出版。 蛋糕,蛋糕 主人做了一个蛋糕,让妮妮看着,别让老鼠吃掉。 主人,主人 蛋糕,蛋糕 主人做了一个蛋糕,让妮妮看着,别让老鼠吃掉。 咪咪画了一只猫,放在蛋糕旁边,然后保持睡觉。 猫咪咪咪画了一只猫,放在蛋糕旁边,然后跑去睡觉。 猫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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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笑起来,蛋糕呢? 蛋糕怎么变成了一张图画? 黎明张大了眼睛,说, 我也不知道啊! 眼睛,眼睛, 黎明张大了眼睛,说, 我也不知道啊! 原来那张画是老鼠画的, 他们把真的蛋糕搬走了, 好吃,真好吃! 老鼠,老鼠,老鼠。 原来那张画是老鼠画的, 他们把真的蛋糕搬走了, 好吃,真好吃!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, 欢迎分享, 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,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 我们还有很多的精彩故事, 等着你们哦! 每周一,好中午,晚上八里半, 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! 晚安! 你们都会帮忙!